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在用Trailing Start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決定 我的Trailing Start的Size 我們的移動的追蹤停損 我們有個東西可以來看 這個東西跟MA、MFE很接近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Mesma Higher Low Mesma Higher Low它其實是一個什麼概念 它其實是我們一筆交易 我們的Payoff Plot 進場之後我們可能遇到這樣子 好 Mesma Higher Low它就有點像是什麼 它就有點像是我們一筆交易的Mesma 9檔 所以就是有點像單筆的Mesma 9檔 所以說一筆交易它的Mesma 9檔在哪呢 首先我們就要先找出它的Peak 它Peak在哪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它的Peak 這個黑色的線就是什麼 黑色的線就是它的Peak 就是說它目前的什麼呢 目前的最大的損益 目前的累積最大的損益 那我們先找出它的Peak之後 我們再算什麼呢 現在的Price距離這個Peak 它可能是往下多少 像這邊就最大在這裡 這裡是這裡 然後接著呢 你去找什麼 你去找這幾個呢 這幾個的 這幾個的 有點像它的Draw Down的感覺 對不對 裡面的最大的 就是最大的什麼呢 最低點 最大的最低點 好 那這個最大的最低點呢 我們就叫做Mesma Higher Low 好 那在這個位置裡面呢 它可能有在哪裡呢 它可能是在這個位置 好 畢竟說在這個位置 OK 這樣子你就知道什麼 就知道你的一筆交易裡面 它的Mesma Higher Low 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所有交易的 所有交易的Mesma Higher Low 去做一個統計 好像MAE MF一一樣 去做一個加減 所以你最後可能可以畫出一個 Mesma Higher Low的一個圖 好 它的行嗎 它的一個count 對不對 好 你可能會得到一個count 好 那得到一個count之後 你就知道什麼事情 你就知道你的Mesma Higher Low 是 最高可能 單比交易的回測 可能大部分是集中在多少以上 只要在這個以上的位置呢 你應該要選在什麼 它Mesma Higher Low的右邊的位置呢 切一個size 那通常也會是Mesma Higher Low的Q2到Q3 好 通常Mesma Higher Low的count plot 它會有點 往左邊倒 它會有點像是這樣子 OK 所以它的Q2跟Q3 大概會是在這個位置 好 它的Q2 好 找它的Q2跟Q3的位置呢 就可以決定什麼呢 你的Trailing Stop 要放多少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討論什麼叫做Trailing Stop Trailing Stop 我們叫做移動 或者是追蹤停損 移動的追蹤停損 OK 也就是說 隨著我的損一往上呢 我會想要去調整什麼 調整我的停損的位置 假設是這樣子 好 好 所以如果你的什麼 你的停損是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好 你可能隨著價格呢 超過一個size以上之後呢 你就會開始調整你的Star Loose 比如說往上 往上 比如說超過一個點的時候呢 你就會開始固定什麼呢 固定這樣子的大小 對不對 然後開始什麼呢 移動你的停損點 它有很多種 有階段式的 然後也有一支不段式的 譬如說 它如果往上呢 你可能停損就會往上 然後當它往回側的時候呢 你的停損點是固定的 然後當它再往上的時候呢 你的停損點會再往上移 然後當它往下的時候呢 停損點是固定 所以你的停損點就會被一個什麼 被往上去做一個調整 好這個我們叫做 Trading Stop 那我們的Trading Stop 應該要用多少呢 Trading Stop我們通常會建議是說 你要用Mesma High Low 來做一個什麼 來做一個計算 Mesma High Low指的就是你的什麼 你的進場之後呢 最高點往回的回側的什麼 可能的位置 對不對 好所以就所有的交易裡面呢 你可以做一個統計對不對 好 你就可以算這個Size 算完這個Size 你就可以取什麼呢 你就可以取Mesma High Low的Q2 到Q3的位置呢 然後搭配你什麼 搭配你原本的停損點 好去做一點討論 譬如說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你的停損加上Mesma High Low 好 這當做什麼 當做你的移動的這個Size 好 當做你的這個Size 好 那你就可以再根據這個Size 去什麼調整你的停損點 一直慢慢的去往上做一個調整 好 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好 另外一種就是我把Mesma High Low的什麼呢 好 Q2到Q3 把它直接乘以一個倍數 好 譬如說你乘以1.5倍 好 或者是1.8倍 好 這都可以 沒有一定的規定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只要超過這樣的Size 你去做什麼 你就去做一個對應的調整 對應的調整 好 所以你就可能就沒有跟你的Star Loose 做一個連結 好 這也是一種做法 通常這樣子的值呢 一定還是要大於你的Star Loose 好 所以等於說只有在價格超過你的什麼 超過這個你的進場價格之後的一段時間 你才會開始移動你的 移動停損 移動你的Trading Stop 好 最終停損的位置 好 所以這裡呢簡單跟大家分享就是 你可以使用我們剛剛講到的Mesma Higher Low 好 這個呢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就是一個一個最大的有點像單比教育的Mesma Joe Down 去衡量 來算你的Trading Stop 好 這邊今天簡單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好 就大概是到這邊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你們可以做一點使用 那關於Trading Stop的更多的細節呢 未來我會再做一些更多的影片來討論 好 這邊只是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好 那謝謝大家